论中国亨利基辛格作品 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 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布林峰播讲 毛泽东在1973年2月跟我提出他的概念 还跟我解释联合起来的各国应如何与苏联进行斗争 后来他又争取日本外向支持这一想法 提出了由前线国家组成一大片的构想 我们同意他分析的基本内容 但该策略原想绕过的中美国内体制差异问题 却又在议论落实问题时重新浮出水面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该如何执行同一政策 对毛泽东而言构想与执行是一回事 对美国而言困难在于 在水门事件丑闻危及总统权威时 如何让民众和我们的盟友拥护这一共识 用一条线策略对抗苏联 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冷静分析 其战略必要性不言而喻 但同时他也凸显了这种 主要根植于国家利益的政策的先天暧昧之处 他有赖各方美欲情况都要做出类似的判断 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若联合起来 苏联就必败无疑 但如果有几个伙伴另有打算 特别是在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义务的情况下 那又如何 万一真如中国所担心的 有几个伙伴研判后认为 制衡的上策是让美国或欧洲或日本向苏联示好 而不是与之对抗 那又如何 万一这个三角关系的议员看到有可乘之机 想改变这个三角的性质 而不想稳定这个三角关系呢 简单的说 如果其他国家也奉行中国孤高的自力更生原则 这些国家又会怎么做呢 因此 就在中国和美国展开最重大合作的同时 双方领导人也就这个准联盟的诸多成员 或许会借此来图谋私利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自力更生的理念 反倒使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他们的伙伴 也甘冒同样的风险 毛泽东这位矛盾论的专家 在应用他的一条线概念时 遇到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矛盾 其中一个矛盾就是 这个战略很难与中国自力更生的理念相一致 而合作有赖于将各方的独立分析整合起来 如果各方分析都与中方的相吻合 那就没问题 但各方若出现分歧 中国的猜疑就会显得与众不同 日后将很难消除 一条线概念有西方集体安全概念进一步强化的意味 但实际上 集体安全的获得多半取决于各国之间的共同点 而不是取决于地缘政治设计最精妙的国家的信念 这无疑是美国在联盟中寻求领导地位的经验之谈 这些全球安全体系固有的难题 对毛泽东而言显得尤为复杂 因为对美国的开放并没有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 影响到美苏关系 毛泽东之所以导向美国 是因为他以为美苏的分歧最终会使这两个核超级大国无法达成实质性的妥协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用了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策略 与尼克松访问后出现的口号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同出一元 毛泽东原本以为美国对中国的示好会让苏联疑心大气 从而扩大美苏矛盾 前者是发生了 而后者则不然 中国向美国打开大门后 莫斯科也开始讨好华盛顿 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接触剧增 虽然美国清楚的示意 美方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如果中方受威胁 美方将予以支持 但事实是 美国另有更重要的战略选择 这本身就与这位老革命家的战略直觉相矛盾 正如毛泽东开始审视一条线战略时所看到的 该战略的问题在于 如果一切行动都取决于各国实力的高低 那么中国的相对军事弱势 将使其起码暂时得依赖美国的支持 所以在合作对话的每一阶段 毛泽东与其他中国领导人 均坚持一个主张 以维护中国的行动自由与国家尊严 那就是他们不需要保护 中国有能力应付一切可预见的危机 必要时也可以孤军上阵 他们用的是集体安全的辞早 但却要保留决定其内容的权利 当毛泽东详细描述 他将后撤到内地以诱敌深入 让侵略者陷入被敌对群众包围的陷阱时 我问他 如果他们就扔炸弹不派兵怎么办 毛泽东的答复是 怎么办 也许你可以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会让他们把我们打垮 他们也会耗尽实力 言下之意就是 美国人爱研究问题 而中国人则重行动 所以毛泽东即便是在诠释一条线理论时 也不可避免的把一旦准联盟失败 中国将如何准备独立奋斗的精彩细节都讲到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后来的邓小平都强调中国正在深挖洞 以做好准备单靠小米加步枪坚持几十年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番豪言壮语 可能是在有意掩盖中国的脆弱面 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对如何面对全球大战 这一实际梦魇的严肃分析 对中国经受得起核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有过多次沉思 不时还语带潇洒灰胁 因为中国人多到连核武器都无法赶尽杀绝 这让一些西方观察家以为他精神有问题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的决心 因为这引起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 其实毛泽东真正担心的是 美国和西方世界安全理念背后学说的实际含义 相互确保摧毁理论的威慑 靠的是造成一定破坏程度的能力 而敌对方假设也有同等的能力 全球性自杀的威胁 怎样才不会沦为空谈呢 毛泽东的解释是 美国依赖相互确保摧毁论 就反映了美国对除核武器之外的 其他军力缺乏信心 1975年的一次谈话即以此为主题 当时毛泽东指导我们冷战核困境的中心问题 你们对核武器有信心 相信核武器 你们对自己的军队不信任 中国受到核威胁 而且将有一段时间没有足够的还击手段怎么办 毛泽东的回答是 中国将依靠超凡的耐力 谱写出一段惊天地弃鬼神的壮丽诗篇 没有其他社会能想象 在数以亿万计伤亡和大多城镇被战被毁后 一个国家仅凭反败为胜的意愿 就能建立一种可靠的安全政策 单凭这一鸿沟即可说明西方与中国安全观点的差距 中国历史上不乏克服他人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 但最终以文化优势或扶原辽阔而让侵略者功亏一篑的势力 毛泽东偶尔会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日常表现 讥笑嘲讽 但其另一面却正是他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坚定信心 这种信心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 还因为中国文化的坚韧 以及人民间的强大凝聚力 可是比较善于顺应和回应自己百姓的西方领导人 就不会这样直接了当的拿老百姓去牺牲 虽然他们通过自己的战略学说 也在间接这样做 对他们来说 核战争必须是最后的不得已之举 而不是标准操作程序 美方并不能完全理解 中国人执着的自力更生理念 美国人习惯于通过正式的保证声明 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而类似声明对中国领导人会有一些什么影响 他们却不一定能做出正确判断 尼克松访华前 黑格上校带领美方先前小组 1972年1月见周恩来时 用的就是标准的北约套话 他说尼克松政府会抵制苏联围堵中国的努力 毛泽东的反应十分坚定 唯独中国 我要他们来救我 可能吗 他们关心我吗 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在1973年11月访问结束前 我向周恩来建议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开通一条热线 并将其加入减少突发性战争风险的协议中 我是考虑到中国疑心军控谈判 是美苏企图联手孤立中国之举 才这样建议的好让中国有机会参加这一进程 但毛泽东不这样看 有人要借我一把伞 他说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核保护伞 中国不同意我们关于核武器的战略观点 更不用说我们的集体安全学说了 中国用的是传统的移制移的办法 让周边势力分裂 中国历史上的梦魇就是移拒绝如此被利用 反而联合起来 以其强大武力或征服中国 或让它形成割据局面 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 如今夹在不友好的邻邦 苏联和印度之间 对美国又并非毫无猜疑 这个梦魇从未完全消失 对苏联的基本策略 中美存在分歧 中国喜欢不妥协的对抗态势 美国在抵制对国际平衡的威胁方面也同样不妥协 但我们坚持以开放的态度 在其他问题上改善关系 对华开放震动了莫斯科 这也是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 其实就在我们着手准备秘密访华的那几个月里 我们同时也在探讨 是否可能举行尼克松与伯列日涅夫之间的首脑会谈 北京会谈举行在先主要是因为苏方想对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附加条件 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一经宣布 苏方就立即将此计气而不用了 中国人当然很快就注意到了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都比中苏之间的关系密切 因此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几番言辞尖锐的评论 即便在中美关系的巅峰期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偶尔会对美国将如何应用其战略灵活性表示关切 美国是打算骑在中国人的头上跟苏联示好吗 美国的反罢承诺是不是虚晃一招 一旦中国放松警戒 华盛顿和莫斯科会不会串通起来置北京于死地 西方是在骗中国还是在骗自己 不管是骗谁 实际后果可能就是把苏联这个祸水东引到中国 周恩来在1973年2月就谈到了这一主题 周恩来说 也许他们欧洲人要把苏联这个祸水引入另一个方向 往东引 基辛格说 苏联往东打或往西打对美国来说都一样危险 苏联往东打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其实苏联要打的话往西打还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抵抗会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 周恩来说 对 所以我们认为西欧人要把苏联往东引也是妄想 凡事都追根究底的毛泽东 有时会把他的辩证法用在美国身上 他说美国或许可以考虑用越南的教训 来一劳永逸的解决共产党国家的问题 介入地方性战争会伤及参战大国的元气 同理一条线理论或西方的集体安全概念 也可能变成中国的陷阱 毛泽东说 因为自从你们在越南泥族深陷后遇到了许多困难 你想如果他们苏联现在中国 他们感到舒服吗 基辛格说 苏联 唐温生说 苏联 毛泽东说 你们就让他们现在中国半年 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 再去动苏联的脑筋 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打出和平的口号 就说为了和平必须打倒社会主义帝国 或许你们可以开始帮助他们 就说可以提供一切帮助来对付中国 基辛格说 主席先生 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彼此了解对方的动机 我们绝对不会有意与别人合作来攻击中国 毛泽东打断基辛格的话说 不 不是这样 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垮苏联 毛泽东的话不无道理 对美国而言 理论上这不失为可行战略 唯一欠缺的就是构想这一战略的领导人 或支持他的民众 他的抽象操作在美国是做不到的 也是不可取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永远不能止息于强权政治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安全的重视绝非戏言 实际上美国和中国交换了大量信息 并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 但华盛顿不可能把如何实现安全的战术决定权 拱手让给别国 不管这个国家有多重要 水门事件的影响 就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思考努力寻求一致之际 水门危机眼看着就要削弱美国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 从而使得这一关系的进展半途而废 北京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搞垮这位愿意接纳中国的总统 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辞职 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就任总统 1974年11月国会选举后 国会对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图崩瓦解 军费预算惹起了争议 对一个关键盟友土耳其实施了禁运 两个国会委员会参议院的秋旗委员会和众议院的派克委员会 同时对情报机构进行公开调查 泄露了大量秘密情报信息 美国防止苏联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能力 因战争权利法的通过而被削弱 美国滑入了国内瘫痪状态 一位非民选的总统要应付一个敌对的国会 这给苏联制造了可乘之机 甚至让中国某些领导人不禁怀疑 这是不是我们事先设计好的 1975年初 国会对美中共同组建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努力叫停 北京对此的解读是 这是美国在苏联围堵中国面前软弱的表现 在中国人看来 缓和政策在这样的气氛下 或将沦为毛泽东所谓的打太极拳 只能制造外交进展的假象 而没有实际成效 中国领导人告诫美国人 和其他许多西方领导人 随境的危险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成了中国特别批判的对象 因为它制造了稳定与和平的假象 中国以为美国对全球安全的贡献不可或缺 这一信念是准联盟的基础 北京迈出联盟关系这一步 正是以为华盛顿是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 如今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暗示 美国表面上的软弱实际上是一场狡猾的游戏 旨在让苏联和中国互动干戈 两败俱伤 不过中国对美国的指责 渐渐的就不止是称美国背心弃义那么客气了 而是称其没有用 1973年底 中国的国内乱象跟美国不相上下 这是当时的实际状况